这个宣传的也不是很好 再加上他们的名气也不够大 要一步步来嘛 要红也不是说 一下子就红透半边天 当时呢 是一个多月 只卖出了1000张左右 而且呢 大部分的这个唱片 都积压在公司的仓库里 不错了 咱俩要是出一张合集 卖唱片 能卖出400张 不错了 还是公司的人自己买 但是那个时候 对他们来说 打击是挺大的 因为唱片销路不好呢 也没有什么其他演出 所以四位成员啊 这个收入也非常少 生活可见是有多困苦 最开始这四个人呢 就是在这个 好像是在酒吧里啊 各个地方去演出的 当时的工资是这样 一个星期工作六到七天 但是呢 每天的工资 只有一英镑 你要记住哦 是四个人分这一英镑 0.25英镑 这个数学还是不错的 这跟后来 他们日进万斤 那个状况就完全不一样 最早的时候 还是挺艰苦的 那当然 最早的时候 郭德纲不给钱 他都来主持节目 现在那太贵了 吃不起了 一个时间有一个时间的价格 架构中乐队的成员 是怎么才能度过 这样一段非常艰难的时期呢 广告回来 我们接着跟大家聊 垂直1080像素 完美高清呈现 07版酒系列 日历全新高清等离子 璀璨登场 HIT 起 夏天喝冰凉的露露 清新润肺 去烦躁 心情好 野生性人 植物蛋白 独特营养 让家人更健康 每天要喝露露哦 给健康添活力 秀才 美女 青梅除酒 论尽天下英雄 汤姆汉克斯 萨玛兰奇先生 亚当斯 才子 家人 校团古今中万事 就有了 架科冲乐队哦 灵机一动 拿起画笔 一下就勾勒出一个可爱的描述 三月日历 不亦乐乎 好 广告回来 我们来听恩凯说一说 当时他们是怎么度过这段艰难时期的 其实啊 严格意义上说 这个甲科冲乐队还是一举成名的 它只是第一张单曲 Love Me Do 并不是那么的成功 在这个单曲发行之后的两个月 就马上就出了一张新的单曲唱片 叫做 请让我开心 英文名叫做 Please Please Me 在发行之前啊 这个制作人马丁啊 还是一个很好的伯乐 不但能够发现这四个人的光辉前途 而且能够用心去设计 他们如何的进入公众的视野 就参加了当时英国最著名的电视节目 去做访问 马上就引起了公众的注意 哎呀 那一下子就火了啊 奇迹般的 他的那个歌曲全国就唱片了啊 盘居榜首六个月之久 一发不可收拾 那个单曲 Please Please Me 连夺年度 单曲第一名 专辑第一名 持久不衰的唱片销售记录等奖项 甲科冲乐队在英国大受欢迎 除了继续推出唱片之外呢 他们开始在英国进行巡回演出 那么在这个 甲科冲乐队还在英国巡回演出的时候 他的唱片已经卖到美国去了 你知道卖的有多火吗 在1964年第一个季度 整个美国唱片销量的那个总数的60%就是他们的唱片 60%就是他们 就这一个乐队把整个美国唱片销量的60%给包援了 瓜分了 就卖他们一个乐队的唱片 我们看一下当时啊 这个就是在唱片大卖之后 他们64年不是就去美国访问了吗 哎呦 这些影迷在马路上等着看他们的偶像那个场景就挤成这样 你还记得《霸王别姬》里那个小豆子在那哭 看到好多人 卷出来 这得挨多儿打才能成卷啊 人家没有 人家就是得在浴室里泡多少个澡才能玩成这么好的音乐啊 因为毕竟是在约翰烈弄他姥姥家的浴室里玩出来的嘛 可以说是受到了很多年轻人的欢迎 我想啊 这个原因有几点 第一是他们的歌呢 旋律优美 的确是挺好听的 第二呢 是表达了很多青少年的想法 正好那个时候 这个美国可能没有类似的乐队出现 于是就趁虚而入啊 就一下子就占领了美国的市场 但是呢 人成名之后啊 往往就会有问题了 我们前面说到 曾经他们在各个地方演出啊 工资都很低 一个星期工作六到七天 基本上就是 星期里面没有休息了啊 而且收入也只有一英镑 而且是四个人分 后来他们成名之后演出费用是多少呢 十万英镑一场 当然也是四个人分了 但那时候物价不像现在那么贵 那时候十万英镑 别说四个人分 四十个人分我也愿意 那时候十万英镑 也是不得了的 在今天也是不得了的呀 是啊 但是啊 尽管有这种经济上的改善啊 麻烦的事也来了 比如说有谣言就产生了 在美国底特律 有一个电台的主持人 名字叫做什么呢 拉斯吉布在节目中爆料 说他得到了可靠的消息 贾科重乐队当中的议员 左撇子的保罗麦克特尼 其实呢 早死了 这些年 是拿一个跟他长得像的人 拿出来冲述 当时很多的人就相信了这个新闻 你看看 说这人死了呢 平时很喜欢这个偶像的呢 说他是一个假的 你要说光是这个谣言也就算了 这个保罗麦克特尼也受到了骚扰 怎么骚扰呢 他在这个英国的自己的住处啊 经常是半夜两三点接到电话 别人要亲自打电话 听到他的声音 才能确定 要得到他亲口的证实 别人都会问嘛 这个保罗麦克特尼先生 请问你是不是真的死掉了 我没有死 我还活得好好的呢 我没死 我活得好好的 那你死掉这个消息怎么来的呢 保罗麦克特尼我觉得挺幽默的 他这样说的 这个就不要问我了 可能有一天我真的死了 全世界最后一个知道这个消息的人就是我了 哎呀 被烦得不行 看得出他真是烦得不得了 其实这四个人啊 都有一个共同的经历 就是他们都接过两次婚 有过两任妻子啊 其中最有意思的应该算是保罗麦克特尼 就是刚才我们说的那位左撇子 他的第一位妻子呢 叫珍妮 当时和保罗结婚的时候 珍妮就没有出去工作了 生养了三个孩子 而且呢 他们乐队又非常忙 经常出去演出 这带孩子的任务呢 就交给珍妮了 珍妮啊 真是非常静心的 把三个孩子都培养成才了 但是过度的操劳呢 让这个珍妮在1998年死于乳腺癌 当时啊 才56岁 保罗特别的痛苦 悲痛欲绝 他当众宣布呢 珍妮啊 永远是他的心上人 任何人都不能替代 呃 自己将永远深爱着珍妮 这番话可以说是深深的感动了所有喜爱 这个保罗的人啊 没有想到的是 之后他又结婚了 算是自食其言 但是他找到的这位姑娘呢 也是一位非常娴淑的姑娘 呃 他的第二个妻子呢 叫西瑟米尔斯 而且我觉得米尔斯也是一个生命大义的女人 呃 因为保罗曾经发誓啊 不再结婚 也不再爱别人了 所以呢 米尔斯虽然和这个保罗结婚了 可是他对外永远不称自己是保罗的妻子 嗯 用这个方法呢 来纪念保罗的第一任妻子珍妮 啊 看得出是一个非常重情义的人啊 也是一个我觉得非常懂事的姑娘 这个英国的这种呃 报纸传媒还是很发达的 呃 在英国的大街小巷经常能看到 对各种呃 著名乐队的报道 比如说罗里斯登斯啊 包括这个比特斯都会一直在报道啊 呃 我记得我当时随便看到几则小新闻呢 他们都很关注 他们现在呃 生活的状况 比如说那个保罗迈克特尼 还是很健康 嗯 也经常在那个英国开办各种party 不管是他们做的任何的事情 一举一动都会受到各方面的关注 这就是真正的摇滚巨星了 是啊 我们跟大家介绍了 在1962年的今天10月5号 甲克中乐队啊 推出了自己的首张唱片 嗯 爱我吧 呃 是个值得纪念的日子 尤其对那些摇滚乐迷来说 嗯 好这个板块结束的时间快到了 接下来进入的是 莉莉在目 莉莉在目 今天啊 我们说的跟下一代有关系 我们先来看一下图片吧 这是2005年的10月5号 在秘鲁的首都利马的一座高级酒店里 我们看到有两名孕妇啊 呃 把自己的这个肚皮紧紧的贴着一个玻璃 这个玻璃缸里面呢 就是一只大海豚啊 活着的大海豚不是标本啊 大家可能要问 这两个人在这干什么 我们先来看下一张图片啊 嗯 好 这也有一只这个海豚呢 在贴着一个孕妇的肚皮啊 其实呢 要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毕鲁产科大学的校长啊 亚兰教授说 海豚发出的声波能够刺激 胎儿脑部的发育 所以呢 很多这个怀孕的妇女呢 就来到饲养海豚的地方 和海豚来一个亲密接触啊 我觉得看到这个 其实还是有一点疑惑的 因为目前这个研究成果 还没有确定 海豚胎教的科学性 很多专家也在提醒啊 对这个事情 还是要持慎重的态度 不管怎么说 我觉得这个事情 还是挺有意思的 对 也希望大家看到 有意思的图片和这个新闻 都可以告诉我们 好 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 感谢各位的收看 明天同一时间和您准时相约 再见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